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和我一起探索世界 陶瓷博物馆就在市区里面 给我第一印象是什么 就是来到自博以后一日游啊,两日游足够 最多就是两天住一晚上 如果你去到那些爬山啊,在室外观光的话 就两天一个晚上就足够了 我打了个车到这个陶瓷博物馆那边 给我一停到那一看,科技馆 我心想怎么是科技馆呢 结果门口有一个门位,还有很多人在这问路 没有看到指示牌 或者说我没有看到特别那种明显的指示牌 我看着那个保安跟那个其他问路的人指引 我就往那走一下,还有很多人往那边走 结果走着走着就看到这个大门口有标志了 巨大的两个,那是应该叫什么 像是两个瓶子,大的陶瓷瓶子一样 然后门口也是要刷一下,就是扫一下 特别的灰魂的一个陶瓷博物馆 走啦,走啦 走啦 他的全名其实叫陶瓷琉璃馆 老马转念成陶瓷博物馆 他就在市区里面 结果我因为是春节过后下了一场大雪 全省范围内的降雪 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降雪 应该说在自博也是在其中之列 结果有一个四一景区叫潭溪山 还有叫开圆洞的地方都是关着门的 不开业 然后因为这个陶瓷琉璃馆在市区嘛 就首先就先奔着这个这个陶瓷琉璃馆去了 我们看到那个外面的那些 这就是建的一个新城嘛 新的建筑群啊 新的那些建的商品房 然后里面这个这个是他的掌管 我操这个客气馆门口两个巨大的游泳瓶子 什么意思不会关门吧 什么意思不会关门吧 还没有支付宝可以用微信扫吗 微信在那边呢 哦 微信 非常非常非常新的展馆 然后我我记得在这个鞋城上看他这个讲解啊 就是人工讲解了吧 像像导游一样是应该是成人 168以为 像我这种比较 我从来不是去去去去 这些 呃 博物馆啊 去这些旅游地找导游的人 找了导游一般也记不住 所以我从来也不去这些博物馆啊 旅游景点啊 我就不叫导游 那当场能能能有点印象 然后过后以后就都忘掉 结果今就是说这次在 这个陶瓷馆遇到一个 特别特别 小小的导游 特别特别牛的 一会儿要专门介绍一下他 和那种专门做的博物馆呢 不一样 它主要是瓷器 这种 你像我之前去那博物馆 就是各个 各个省市的吧 那种的 比如说它有 有不同的时期 先发现的这些 有古制品啊 后来清通器啊 再后来漆器啊 什么 它这个就是主要是 以陶瓷 陶瓷的年代 眼镜为主 后来在网上看看到了什么 看到很多 现在就是说国家 国务院啊 什么中南海啊 用的那些瓷器 招待外宾的 还有上河啊 用的这些瓷器啊 就是他们用的餐具啊 各种种 后来我想 怎么这 在这就能看到了 就是 怎么说 可能它就是 如今的 像以前的官窑吧 就是代表着最高的 瓷器水平 我们 小的时候 看那些历史书啊 还是什么 感觉好像是 宋代的 明朝啊 就是清朝啊 各种官窑 民窑 可能到了今天也是 只是我们 不太关心了而已 像招待外宾啊 国宴上用的这些 这些瓷器啊 可能代表着 当今我们这个 时代最高的 瓷器的工业水平吧 只是可能我们 现在忽视掉了 可能是我 我这个比较大条一点 我 我一直觉得 这个盘子啊 碗啊 这个茶壶 茶杯啊 我没觉得 它和这个民间啊 比如我们在超市 买到的这些 或者现在习惯在 这个 这个 在网络上 购物啊 没有什么区别 可能是这个 这个也不是专业的人士 如果有专业的人士 可以留言看一下 这一些 所谓的这些官方的用的瓷器 和我们实际上 和我们实际上在 老百姓 在这个超市里面 在网上买到的这些 有东西 那些茶杯子 茶杯子 这个 好几排 整齐排列在里面 恍惚之间 好像 像读报纸啊 那种 看到京西宾馆 或者是人民大会堂里面 就一块倒水的那种感觉 氛围又出来了 我 我一步 那个听的时候 给我一个 特别强烈的一个 什么感觉 就像是 哎 好像到宫廷了 那边漆的那种 那个漆红色的 那个猪红色的 像紫禁城的大门一样 猪漆木门一样 那种感觉 到了皇家的这种 那种 那种 那种情绪 气氛一下就轰多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到了 特别浓墨重彩的一篇 就是遇到了一位 特别特别可爱的 专业能力极强的小朋友 叫赵英诺同学 然后赵英诺同学 一见到我还蛮紧张的 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您好 我是今天的志愿讲解员赵英诺 首先呢 我们要参观的是古瓷厅 瓷器是由我们中国发明的 因此中国的英文名称China 也是瓷器的意思 瓷器在距今约 四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 开始萌芽 于距今 一千八百年前的 东汉时期 发展成熟 那么 像我身后的这面古墙呢 就是霞锅墙 霞锅呢 是一种窑具 反复使用之后 会损坏 飞机后 当地百姓 就用他们 启成这样的院墙 那么 像我身后的这面院墙呢 就是将 博山古瑶村 一个院落的院墙 使务移植而来 营造了古镇移峰的氛围 传递着道径的 瓷伯陶瓷 民间烟火器 对啊 来 你跟我往里走 好厉害啊 这里呢 这里呢 还原的是 窑工们正在生产窑气的行景 您猜一下 这个窑像什么呢 砖窑是吗 这不是砖窑 它的名字叫做 馒头窑 因为它上面 形似馒头 而得名 哦 馒头窑 早在北朝时期 智慧的资博人 就已经开始 使用馒头窑 烧至陶瓷了 这里呢 就是资博窑 传统治疗工艺流程的 一小部分 您可以自己看一下 来 请您跟我往里走 好 这里呢 还原的是窑工们 正在制作窑的橱形的景点 这窑 首先就是需要捏窑 试图捏窑 是捏完窑 捏完窑之后 再将捏好橱形 放进刚才的馒头窑里 这样才能制作出一顿完美的工艺品 这边是一件西州原始青瓷豆 它处于林寺的一座西州木木 这件金瓷豆 右色是合成灰白色 具有西州原始瓷器的典型特点 它的发现标志着 早在距离约三千多年前的西州时期 其地的仙民们 就已经开始使用原始瓷器了 来 请你们跟着我来看一下 左管的正管之宝 这呢就是我管的正管之宝 亲友莲花尊 它可以说算得上是 我管所有国宝级文物中的YYDS了 那你们知道 它是怎么从众多藏品中脱颖而出的吗 又是怎么被人发现的呢 今天就让我带着你们一起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这件青瓷莲花尊于1982年 注册于赤博士 赤川西龙犬镇和庄餐的一座 北朝晚期古墓 它体型硕大 晚是青瓷 右色青中泛黄 口径部有八道阴性相纹 肩部围绕一周粗绳纹 四个呼吸系 四组磨印宝像花纹 每组三朵 复上部共归宿一周 二十一个连弹纹 复中部是两周忍冬花 忍冬花就是金银花 具有长生不老轮回永生的寓意 是佛教神花 由祖类上的昭示元素可见 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十分盛行 研究比较仔细 确认生产妖果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国内已知类似的器物只有十几件 而能够正确确认生产妖果的就只有面积的这种件 据专家考证 设建清美的新竹莲花尊 是由当时江北辽政镇镇所产 为什么说莲花尊产自镇镇呢 因为莲花尊出土的古墓 与镇镇相迷近 古墙是始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极 而终于淘汰 在此之前 资川的妖籍生产已经延续了几千年 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瓷器生产是始于债窑 与莲花尊不是出土的 还有债窑清幼碗 更重要的是 债窑出土词片的用色 开制 文式 工艺 都与莲花尊的极其相似 足以证明这件新伟的清幼莲花尊 就是债窑所产 这件清幼莲花尊 于1982年 于1987年 被国家文物局 评论为一级文物 是我国古代北方清词的引擎代表 来请大家帮我看一下下个点 这里呢是一件引擎熏炉 是新乡器命 引擎瓷是由宋代 景德镇 胡天遥 创烧出来的独具特色的清白瓷器 由中国古代瓷器鉴定第一人之称的耿宝昌老先生 称赞它为我国同类景中 提向最好的一件 来大家看一下这边 这边是清中古白瓷 它是由宋代瓷村窑 烧制而成的白瓷 白瓷的制作工艺 是在胎上加以含铁量较低的瓷坯 是以纯净透明用 烧制而成 除了纯素白瓷之外 还有的在瓷派上刻花、滑花、替花 选了装饰形式等 口装饰也分为有花口、葵口等 古书记载其中拱白瓷 指的就是宋代之伯、瓷村窑 烧制而成的白瓷 被选入宫廷 称为贡寓品 那什么是贡寓品呢 就是在古时候 专门上路给皇上的一种用机 来 大家跟我来一下这边 这边呢 展示的是一组黑柚粉高瓷 黑柚粉高瓷的制作工艺 是在摊上另一份做工 然后是黑柚 在以高温烧制 烧成之后 黑白分明 朴素美观 是瓷博宋元时期的典型工艺之一 因为这种装饰工艺夺用于瓜棱瓶和罐类器皿上 所以民间也将装饰有这种工艺的器物称之为线条瓶 线条罐 大家看一下石头 这边展示的是金三彩和陶饭 模范最早指的呢 就是陶模和陶饭 模型又分为有单模和合模 像这一件葫芦池模和葫芦池糊模就是合模 模型的使用是陶瓷生产从小型手作法 过度的规模化工厂化生产 大大提高了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和统一性 那么像这一件精美的三彩葫芦池糊 就是由这件葫芦池糊模制作而成的 现在呢有五大名谣 名字是官 歌 鲁 令 军 那么像这一件的两件就是由位于河北取扬的定谣 烧制而成的黑地碗 他们是清代现实主义诗人 资博名人赵志生的传家之宝 赵志生与葫芦林 王一阳 并称为校复河畔三大历史门人 来 大家跟我们往里走 明星时期是热博考词的料理新生时期 像这边展示的一组 就是由资博 康西金花制作而成青瓷 康西金花的清料采用的是国展的涉浆料 图案位置采用的是国画中的风水 润染发 金花发色十分鲜艳 富有浓淡香泥的鲜染效果 来 大家跟我来谈一下下一件律师文物 这边呢展示的是一件圣鱼黄花会为相尔尊 是新城光绪三十一年制作而成的 它的梁儿是由造型精巧可爱的像头构制而成 这上面是帅鱼黄色的绘 是帅鱼黄色的绘 右下会有花绘文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侧呢 是会有菊花 菊花在古代是象征长寿 它的另一侧是会有牡丹文 牡丹是象征富贵 这件夏尔尊上面的花文 在传递着传统吉祥寓意之语呢 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自博陶瓷传人对陶采和收治技术的承诺驾驭 这件事与黄花会为相尔尊 一共圈组内印公益传新所制的官摇款 大家可以注定一点 能够底下这一小镜子的反射 看到底下圈组内印的公益传新所制官摇款 公益传新所是由新朝光绪三十一年 也就是一九零一年 由新政府公司二十万两百银 在博山下河滴设立的第一所官摇 这呢也是山地区的第一所官摇 为经过资购桃子的传承 发展和创新都具有这个样的意义 来 大家看我往里走 这边呢展示的是一组思博近代的陶瓷代表 博山大鱼盘 博山大鱼盘又称青花鱼纹盘 因盘中会有一条瘦大的鲤鱼而得名 盘中鱼纹突起突突 构图保满 简洁豪放 鱼盘主要是用来盛饺子 吃完饺子之后 盘中呈现出一条瘦大的鲤鱼 寓意着年年有余的美好寓意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身后 这边是来自全国五百多位摇纸的词片标本 它们是由山东起来 陶瓷爱好者诸多敏老先生将证的 这里是诸多敏老先生的点见 大家可以自行看一下 这些词片虽然已经破碎不堪 但它们仍然不是昔日的美丽 我的讲解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啊 谢谢 再接下来就是磁器雕塑怎么形成的 就是说这些匠人们 前几年特别流行讲这种 像日本各种匠人精神 在传到中国国内也有很多 就是说一股风气匠人精神 这边的话磁器馆就把这种 当年的这些工匠 像怎么制造磁器 各种这种工艺就演示出来了 然后就弄了一个特别长条的 这种制作的序列吧 和这种选择 我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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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了 我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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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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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